I NEED YOU MORE THAN YOU KNOW Hello, Welcome back to Viator Official 今天我們繼續做這個MM2 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特意用了快速的特效 把這條片四倍加速 我們首先要明白和而合道的路段 它是一個U字 所以同樣要一個U字 它又不是一個圓整的U字 兩邊都要轉彎 其實它有一點是車的 它要出來大雨 一會兒就會看到一個車的轉彎 首先我們的第一個轉彎 其實它原本是斜的 即是微微90度85度斜上的一邊 但是我們是做了這種效果 而且很浪費位 所以我們直接用了這個 perfect circle 的邊 去做了這個曲線 即是用直線board 這樣就做了這個效果 好 好 這個不快速 其實基本速度 不可以拌太多的東西 所以它會變得有些滴滴的東西 和而合道 你中間會有一個十字路口 然後呢 十字路口就是 突然間由這個單行線 變成雙行線 上去 不是單行線 就是雙行線 中間有一個石坡安全度 裏面有一個燈 所以呢 又要做出一個曲線的效果 但是要這樣明明修復 效果 是有少少難度 所以我還要做到豉油上 才可以 給它 形成一個架構 就是這樣 對 好 其實它真的不太好 所以 這個時間 掣上去 它本身的APP 是比較好 好 來到這裡 我們可以搏長 一個人的 那 然後呢 中間呢 因為它變回兩個人 所以我們又要做一個 我們有一個架線給他 做這個架線的路線 中間是有一個巴士站 叫做白生工業大廈 所以要先做停車坑 搞定了之後我們現在去做這個回合 到下一步就是到車樓的前行 我們又要先加大幅 我們到這個斜樓的打斜的位置 適合到最後一步 即是我正在向東 31F左右 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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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是前面南田街 首先要做這個斜線 怎樣才能做一個完美的斜線呢 一格巴士要走得到才叫完美的斜線 即是要三格直線 但你去到斜線就不會再三格 而且是七格 巴士要走得到才行 最少要七格 除了麵包車之外 因為麵包車本身的模式 是不知麥桂的 首先是鹿 好像是鹿 不知為何佔格數不太大 所以七格基本上可以走得到 這些東西我們沒辦法控制 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這麼容易寫的話 我甚至寫得幾多價格巴士場 這個只不過純純不像創作者的價格 好了 你到這條斜樓 平均的形象就很不出奇的 因為我自己看得很快 有些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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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勝之平 以上 便是 先進去 先 понятно 再拿去 然後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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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11 11 kl 看更多一輩日Official正賽節目 現在就給你選擇了 記住給個like 可以like Facebook專頁 還有看Official Page 拜拜